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会在十二号高丛公厅会上争取上搜 联合报来关心根据交通部斗案会的统计 近四年来在台湾外籍人士交通死伤人数不断攀升 以今年来说截至九月底就有二十六名外籍人士 因为交通事故死亡 七千两百九十九个人受伤 中国时报来关心手指化严重冲击大专校院 不少私立科大和企业合开移工专班 一方面鼓励生造 同时也希望能够疏解学校声援不足的困境 不过开办的第一年只有四所私立科大133研报名注册 校方表示 主因在于景气不佳 导致移工多没有就学和留台的需求 只能够寄望明年再多多着神 中国海关总署以注册讯息不完整为由 暂停输入了部分台湾水产品 昨天又传出台湾啤酒还有金门高粱等产品也被暂停 对此总统府还有行政院都表达 此举无助两岸贸易正常往来 对于受到影响的业者 政府会尽全力帮忙 尽量和中国相关单位沟通 继秋刀鱼 鱿鱼和五载鱼等水产加工品之后 现在传出十二月九号中国再新增一批台湾产品禁止进口 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台湾啤酒 对此台湾啤酒公司证实这项消息 台湾啤酒公司表示今年中国针对境外食品导入在华注册 编号规定 台湾接获讯息后即开始申办 并于一月初取得合格的编号 没想到中国又以在华注册编号 标示规定不具体理由阻挡 导致今年第一季相关商品皆无法出口 八月初在接获中国相关单位通知后 于八月底前完成补件 结果十二月九号得知该编号状态失效 原定十二月出口订单将全数暂停产制出口 影响金额约一百三十万 事实上在中国海关总署 台湾生产企业注册登记的二十八项中 除了台酒还有十项遭到暂停进口 像是金门酒厂金车黑松等业者 那主要在十二月九号受到影响的 主要是黑松股份有限公司的咖啡饮料 茶饮料及碳酸饮料 针对台湾具体指标性的饮品在背景 国库署表示 目前九品书中业者共三十四家 已经完成注册取得编号业者二十二家 为其中十五家岁已不见 以及其余十二家新申请注册业者 军贷中方审查中 陆委会则强调 绝不接受对岸以十岸监管之名 制造非贸易关税障碍 希望对岸悬崖勒马 恢复两岸正常经贸交易秩序 记者为邱福寨朋友组特别报道 中国在尽我学产品 学者批政府没有及早辅导业者 学校署昨天表示 这段期间至少打了三通以上的电话 给业者 采取专员专区专线辅导 有学者认为 蔡政府如果要继续抗中宝台 就要做好全面备进的准备 也有学者是认为 不要对中国心存幻想 需要做最坏的打算和最好的准备 台湾无欲紧遭中国暂停输入水产品 有学者批评政府不向日本 从去年就及早辅导业者因应 石耀署强调 直到中国打算推新智之后 很积极联系国内业者进行辅导 由于中国尚未回复国内178件申请案 未通过的确切理由 那也判定是政府辅导不利 或中方蓄意刁难 不过学者认为蔡政府明知抗中宝台策略 会引发中国不满 带来后续效应 应可想见仰待中国市场的农鱼产品 会深受冲击 但目前看起来政府的准备非常不足 那么我们对我们的卖方 是不是我们对它的行动 对它的偏好 对它的管理 对它的法规 是不是都要随时掌握 显然我们政府在这方面 是远远做得不够 也有学者认为 不少销中农鱼产品 长期靠中国让利 或在免关税的ECFA早收清单内 这些都不是正常的贸易模式 中国接二连三 进火农鱼产品 举动已经很明显 台湾别再对中国市场心存幻想 到底台湾178件申请案为何没有通过审核 石要署9号说为接获中方回应 但中国国台办却表示 陆方已经透过既有联系渠道通报台方 强调这是正常食品安全监管措施 希望台湾企业尽快补齐符合要求的企业注册信息 喊话台湾停止政治操弄 记者林警门郭俊玲台北报导 为了争取停航将近三年的 今夏小三通再度复航 金门县长当选人陈福海 9号是拜会了陆委会主委邱泰森 建议明年一月份先由金门县府 启动探亲专船 另外能不能够在春节之前 恢复小三通客运 陆委会只说会全力以赴 为了争取停航将近三年的 今夏小三通再度复航 金门县长当选人陈福海 9号拜会陆委会主委邱泰森 建议在防疫有效管控下 能在明年一月份先由金门县府 启动探亲专船 外界关心春节前是否能恢复 小三通客运陆委会只说 会努力以赴重要节日 启动客运船班是可能的做法 期许在疫情可控下 循序推动赴航 陈福海说小三通 带来的经济量能 对产业很重要 许多新住民也期盼 能透过小三通返乡探望 金友 近期会前往中国 跟有关单位沟通 陈玉珍也几乎要赶快 恢复小三通 而为了因应小三通 富航需求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王碧胜13号将赴金门 视察未来恢复两岸小三通 防疫业务 由于小三通恢复 可能会牵动离岛防疫量能 王碧胜希望能亲自与金门县府讨论 避免未来开通后手忙脚乱 计较欧英农朋友组台北报道 台北市立委补选持续聚焦松山机场的签建议题 国民党王宏威紧要民进党吴英农批评他没有考虑到松机的军事用途 还说应该要请国防部邦自称是国安专家的吴英农补课 而吴英农则是强调松机签建是符合最大的公众利益 蒋湾也曾经说过要好好研议 台北市立委补选国民党王宏威跟民进党吴英农 就松山机场签建议题在隔空交锋 面对对手批评忽略军事用途及松址部任务 吴英农仍强调松机签建是符合最大公众利益 松址部最主要的任务的确是行政的专机 那公共政策就是要有取舍 考量了各种的因素 我认为迁移松山机场是符合最多国人最大的公共利益 不愿意签什么都是理由 愿意签到处都有方法 吴英农还说松机签建侯友宜曾表态支持 蒋万安也说过要好好研议 但王宏威讽刺吴英农自诩为国安专家 谈签建却没有提军用机场部分 要国防部帮吴英农补课 选战倒数大约四周 吴英农王宏威除了就政见议题交火 十号早上也继续打路战 到市场扫街败票 要争取选民最大的支持 记者欧荣林志坚 朋友组台北报导 加一市长选举 延到十二月十八号举行 昨天的电视公办证件会上 民进党籍候选人李俊逸 主推自己熟悉中央地方 还按批黄敏会执政十三年来 加一时没有进步 不过黄敏会第一轮的发言中 并没有回应对手的质疑 而是细数执政这几年来 城市的进步 加一市长候选人们陆续到场 确认完发言顺序后 主持人宣布 会以每人证件发表发言两轮 一轮十二分钟的方式进行 抽中一号的民进党 加一市长候选人李俊逸 第一轮发言中 主打自己有政策能力 也熟悉中央与地方 指引现任市长黄敏会 执政十三年都没让加一市改变 要换人来做 面对李俊逸的质疑 黄敏会第一轮发言中 没回应 而是打战鸡牌 细数就任四年 在经济交通观光等 面向的建设成果 五位候选人中 还有三位武党籍候选人 但第一轮证件发表中 有人将现场当直播节目 没有谈到参选证件 选前黄金周五位候选人都出席政见发表会 把握机会争取认同 记者王庭孟昭全嘉义报道 来关心南部地区的缺水 还是没有缓解 经济部旱灾小组召开了会议 评估台南的增稳水库 还有乌山头水库水位偏低 不足以公贯农业用水 决议明年一起倒作修耕 加南地区下半年的整体降雨量 是历年同期平均值的四成 旱灾紧急应变会议决议 加南一起倒作全面停灌修耕 面积大约是有一万九千公顷 主要是研判明年一二月的水晴也不乐观 又怕会冲击到民生与产业用水 才会先从农业用水节省 而十四号开始 也将会受理农民申请停灌修耕补助 受到了东北季风增长的影响 从今年开始温度又会再下降 而且下个礼拜三 东北季风带来的冷空气会更长 北台湾低温会降到十四十五度左右 另外在菲律宾东方海面 昨天生成的热带低压 二十四小时之内 有机会发展成轻度台风 但是对台湾的天气 比较没有影响 周六下午 北部雨市稍歇西门丁街头 涌现人潮 摄氏二十度不到冷 多数民众仍穿上外套保暖 气象局指出周日到十三号周二温度会再降 东北季风的强度会再比今天再更增强一点 所以低温的话从明天一直到周二这段时间 在中部以北的低温就有机会降到十六度左右 那其实明天白天的高温 也会在北部跟东北部也会比今天稍微再低一点 东北季风继续增强到下周 周三十四号带来的冷空气原本预测有不小几率 成为入冬以来首波大陆冷气团 不过气象局表示 目前强度羞弱未到冷气团 但周三到周五清晨 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十四到十五度左右 其他地区十七到十八度 接着下周末又有一波冷空气 强度还要再观察 至于菲律宾东方海面周六上午生成的热带性低气压 极有可能在周日发展成轻度台风 热带扰动有不小机会发展成轻度台风 但气象局指出周二十三号又有机会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 而且预测路径是往旅宋岛及东北移动 对台湾天气较无影响 记者林小慧沈志明台北报道 在半个月就是耶旦节 不过通膨为各国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美国农民就说肥料还有柴油都涨价 无可避免带动耶旦树价钱也会变贵 而孙亚利猪农表示饲料能源价格飙升 但是猪肉价格的涨幅还不敢完全反映全本 真不知道能不能够撑过这一波的考研 树木长到一定尺寸整齐划一排列 为美国纽泽西的农场种植七万棵树 十二月是全年最忙碌的时间 树木将出售作为椰蛋树 全球通膨问题也降临农场 农民说肥料柴油什么都涨 椰蛋树也得反映成本 试料显示 美国七成椰蛋树业者打算提高零售价 五到十五趴 通膨让种树成本提高 也让养猪农民压力沉重 农民指出去年玉米价格一百公斤四百多元 但今年价格直接翻倍 丘曼也比往常涨七八成 但猪肉只敢涨二十到二十五趴 涨幅还没有算入已经攀升的能源与医疗价格 被通膨逼得快活不下去的 还有英国皇家邮政的员工 伦敦国会广场8号聚集数千名皇家邮政员工抗议 也表达忧心邮务系统的未来 共会表示到耶诞节前将发起一系列罢工行动 争取他们认为合理的薪资水平 欧亚两边的盟国除了提升军事行动的协调 在先行尖端武器的研发方面 也有更多的合作 英国首相苏纳克九号视察英格兰东部的空军基地 就宣布正式和意大利以及日本合作 推动第六世代新战机的研发 预计2035年服役 画面上就是现役的第五代战机台风 除了英国之外 也是许多北约组织盟国 以及亚洲非洲友好国家的主力之一 明年服役满20年的台风战机 已经被列为准备除役态患的对象 研发中的第六代战机命名为暴风雨 除了大量使用人工智慧AI 可由飞行员透过头盔操控 机身也采用可躲避雷达侦测的外形 同时能发射也在研发中的超高音速飞弹 英国本身将由欧洲第一大军火商 英国航太系统主导 意大利则由全球排名第八的里奥纳多参与 日本则是由老牌的战机业者三菱重工加入 英国媒体报导指出尽管各盟国都已经 采购美国的F35战机 但因为成本太高 因此不少国家另外自行结盟 希望能以较低的经费 取得足以对抗新威胁的武器 由于在野的工党也表示支持新战机的研发 因此若一切顺利 新战机预定在2035年左右可以正式服役 公事新闻徐家人编译 今明两天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 北部还有东北部天气会比较凉 基隆北海岸有雨 东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短阵雨 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接着我们一起来关心更详细的各地天气预报资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事早安新闻 祝福您有美好的周末时光 我是朱凤稷 我们明天再会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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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